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三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看主食影片,不妨按訂閱按鈕 我們每逢135都會有新影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懷狗蝦多士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有芳包 鮮蝦 金華火腿 雞蛋 芫茜 生粉 鹽 糖 還有麵粉 片尾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將金華火腿切成小粒比勇 鮮蝦用手去學 鮮蝦用手去學 再將剝殼的蝦放在廚房紙上吸乾水分 然後將蝦開邊 然後挑走蝦腸 再加少許糖和鹽調味 醃最少15分鐘 將芫茜的葉 Ozㄋ押下來備用 將芫茜的葉子itudes 搖開來備用 將雞蛋 麵粉 生粉 和麵粉 加入一隻碗 然後將材料拌勻 形成一個蛋漿 把醃好的蝦放進蛋漿裡拌勻 直至每隻蝦都平均地沾上蛋漿 將芳包的皮切走 再將芳包一開為二 再在麵包上輕輕地撲上一層生粉 然後將蝦放在麵包上鋪平 再放上芫茜和金華火腿 用中火起鑊 在平底鑊裡加入適量的油 油滾了之後 就可以放蝦多士下去炸 先炸了有蝦的一面 每面擱炸一分鐘 最後20秒 轉用大火 將多餘的油份逼出來 炸好之後 再用廚房紙吸走多餘的油份 便完成 可以上碟 一鍋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知道有朋友喜歡這一菜式 請給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屏幕或按下連結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 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按LIKE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記得按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